好啦 同學們 我們呢 結束了 這差不多多少一個禮拜又三天 這一個一路往南的行程 他們呢 非常開心呢 老師呢 終於要回去看小孩子了 其實說真的 像我這樣子有小孩子的人呢 平常呢 出來玩那麼多天 還是會想 對不對 還是會想 今天在這個特輯當中呢 我們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在美國做Road Trip這件事情 好處跟壞處是什麼 該注意的一些事情是什麼 那我會不會想要再做一個Road Trip 我們先從我們這一次呢 這個一路往南的行程呢 做了一些非常喜歡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Highlights好不好 我們先問一下李醫師喔 李醫師你覺得 你這一次呢 我們一路往南的這個有沒有 就是這個旅程啊 你的Top 3的Highlights是什麼 Top 3 Highlights Table Beach是No.1 OK 對啊 那邊打球是我就是一個Bucket List 是 所以去那邊打是覺得是 還蠻值得的啦 575塊 可是都值Every single penny 你說什麼 575塊 對啊 可是這種 他講得很輕鬆 但是老師真的在心在思學 575塊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但是呢 我們呢 將他花在一場18棟的這個高爾夫球場 不過說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 非常非常的值得 等一下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Pebble Beach我自己個人的這種感受好不好 那你覺得除了Pebble Beach以外 你第二個你覺得很值得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騎車啊 在那個17 Mile Drive 對啊 在Pebble Beach那裡面那個17 Mile Drive 應該是摩托車不能進去 所以這是我們 居然可以在裡面騎 那個是 哇 真是 想不到啊 對 因為那個那段路 我是後來才發現 欸 奇怪怎麼都沒有人來這邊騎摩托車 所以我就突然覺得 欸 怎麼沒有人來騎摩托車 然後呢 我剛好又看到就是我們的粉絲有留言說 其實那個17 Mile Drive呢 是不給人家騎摩托車的 對啊 所以呢 我們最後有問一下 他基本上喔 如果不是當地的居民的話 他們呢 在那個有沒有 過境那個收費停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攔下來 他就會把你攔下來 欸 但是為什麼我們那個 那一天把摩托車載進去 他沒有把我們攔下來 因為我們去Pebble Beach打球啊 對 因為 所以我們直接跟他講說 我們去那邊打球 所以就直接開進去 也對啦 對啦 就是我們直接在那邊打球 所以他就沒有多問號 對 那一段也算是我其中一個 非常喜歡做的事情 那第三個呢 第三個 聖地亞哥海邊啊 我去那邊Bodyboard 哇 那真的是很棒 哪一個海邊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Domar Domar 風景非常漂亮 Domar非常漂亮 非常建議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是是是 而且呢 這一次我們李醫師呢 其實剛好有家人在聖地亞哥 所以他也借機呢 就是跟自己的親人啊 跟自己的家人的小聚一下 那我覺得呢 這個路程喔 有沒有這種旅行當中呢 如果可以 剛好又見到遠方的家人 那是一件非常棒 非常棒的事情 那麼現在呢 我要換老師了 這一次呢 我自己個人的前三 我覺得最酷的事情 當然就是Pebble Beach Pebble Beach 而且是我的第一名 因為那真的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體驗 再加上呢 那時候我們就是知道說 Tiger Woods 2000年在 US Open 在那邊打的時候 當你知道他在那邊的表現 然後我們親自在 這個有沒有 高爾夫球場 親自在那個場上 這樣子去感受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說 哇 那個Tiger Woods 不是在開玩笑嗎 不是開玩笑 對 那真的很厲害 對 真的很厲害 那其實呢 如果有同學們 有機會去Pebble Beach的話 不只在高爾夫球場外 的這個風景 非常的美麗以外呢 其實 Pebble Beach的高爾夫球場 Oh my gosh 真的是太夢幻了 真的是太夢幻了 那個真的要親自去體驗 你才會知道 老師在講什麼 那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也非常酷的 就是呢 老師一直以來都很想 在那個 舊金山的金門大橋 就是炸橋 對不對 就是騎摩托車炸橋 那這一次呢 也有機會呢 就是做這件事情 將那個人生的清單 直接劃掉 對不對 直接解鎖 然後呢 就覺得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那一天 來回騎了好幾趟吧 學說我 四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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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來回好幾趟 對不對 我車子也開超苦趟 對對對 其實那一天我們真的 騎蠻多趟的 那我就覺得說 難得已經都來了 就把摩托車從 西岸的最北邊 拖到南邊去喔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哇那就直接 騎個過癮 所以呢 第一件事情 老師覺得非常酷的事情 就是在那個 舊金山的金門大橋這樣炸橋 那第三件事情 我個人很喜歡 也是聖地雅各 我一直都很喜歡聖地雅各 聖地雅各 聖地雅各 是老師 我覺得李醫師也是 是我們兩個 就是理想中的那種 退休的城市 沒錯 非常的靠近海邊 然後呢 一年四季呢 這個天氣也都是 非常的晴朗 所以我個人也非常的喜歡 像剛剛我們那個 李醫師說的 Delmar 那一個海邊以外呢 老師個人也非常喜歡 在附近的一個叫做 Lajoya 這個海邊 那如果在老師的IG上面 有在追蹤老師的IG 都知道老師呢 在那幾天有去那邊 自己去看美 有時候真的啦 在那個 Lajoya的時候啊 我就是 開我這台車子 然後拖著一台摩托車 那個梅亞 都從那個海邊 OMG 超正的 每一個都穿那個比基尼 然後就會 超浪欸 而且他們都 就是一直看我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還蠻酷 因為就是 開了很帥的車子 直接停在那裡 然後把窗戶都拉下來 吹海風 他們感覺真的很舒服 所以呢 對我來說 那也是一個 我很享受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呢 美中不足的就是 如果這一次的這個旅程 在老師剛剛說的 那幾個景點 喔 師母還有小孩子 都跟著我一起來的話 我可能會玩得 更放心一點 喔 因為就不會水養 就希望也把這一種 漂亮的美景呢 跟他們分享一下 齁 不過原則上呢 這一次我們去了 很多的地方 我個人都很喜歡 好不好 除了像我們剛剛說的 那些景點以外呢 其實我們這次也有在 類似酒莊 對不對 酒莊園啊 Snowma那邊 對Snowma那邊 還有就是我們的那個 美國 奧勒岡要過這個 加州 的這個邊界 有沒有 的這個 Highway 101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還有Santa Barbara 哇 海鮮超棒 Oh my gosh 他們的那些 超級新鮮 對 那我們去的那一個 餐廳真的不錯 然後再加上呢 就是說 他們整體那個 有沒有 市區的那種規劃 跟規模 我真的看起來好舒服 就是一個 讓人家非常放鬆 非常放鬆 的一個城市 我個人也很喜歡 Santa Barbara 那當然啊 我們這些 就是很不錯的體驗 以外呢 我們當然也要講一下 你覺得這一次 在我們這一個 Trip 比較美中不足的地方 你有沒有哪一些 你覺得比較美中不足的 就是開車一直開車 開很累啊 整天要飆有十幾個小時這樣開 對 所以 時間多一點會比較好玩 對 慢慢開慢慢騎 對 不用趕時間 就是享受這個 這個經歷 教會我覺得輕鬆一點 對 如果是騎著開車 真的是蠻累的 我個人也是這麼認為 當然 但是就是說 因為 我們在那個 從西 我覺得整個 這個行程喔 我其實比較趕一點 我會想小孩 我會想小孩 所以呢 我就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縮短一點 然後再加上老師呢 最近又一堆工作要做齁 所以 也是要趕 就是縮短一點 但是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要從西雅圖 最北邊 然後呢 不管是開車 還是騎車 我覺得開車 至少要兩個禮拜 這不認同 來回要兩個禮拜 對 至少要兩個禮拜 然後慢慢開 會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玩的 也比較精透一點 騎車 我個人是建議 至少要有 三個禮拜的時間 騎車更累啊 騎車真的非常非常累 對 有的人會跟我們說 你都帶摩托車 你怎麼都沒有騎這麼遠 你想太多 我跟你講 那真的齁 你要騎那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累 那 我說真的 當然也有人有半道 對不對 有人也有 就是說 騎車騎這麼遠 但是呢 老是覺得呢 騎車就是享受而已 騎車就是享受 好好的騎 舒舒服服的騎 對不對 反正 302代摩托車 是我的 我要怎麼騎 我要怎麼用 是我的自由 再來我個人也認為說 那個 另外一個比較美中不足的 就是說 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些食物的選擇 真的 真的 很難吃 美國都是Fast Food嘛 對 所以吃很多那種快餐點 對 素食 素食餐 比如說漢堡 可樂啊 薯條 哇塞 我真的吃到都會咻笑 真的是 我覺得就是沒有像台灣的這種有沒有 開車啊 的長途旅行啊 來的這麼多的這種食物上的選擇 那我個人覺得呢 這是另外一個在美國 road trip 的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對 而且現在疫情關係啊 很多餐廳都關閉啊 對 所以要吃也是 沒辦法那很多餐廳都關起來 是是是 所以找不到什麼比較好的餐廳 對 那說真的啦 這一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讓我們的這個 喔就是說 整個 長途旅行啊 有影響到一點 不過呢 我反而也覺得 也因為這樣子呢 讓我們有機會 就是說去一些地方 的時候不會這麼的 擁擠 對不對 對 人少了很多 人少了很多 San Francisco Downtown 找停車位 這麼好找就是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Long Bar Street那時候開一下 馬上位置在前面 對對對 這個是以後 以前都想不到的中心吧 是啊是啊 那再來呢 就是要說的就是 哇這個road trip 老師 會不會 再做一次這個road trip 我先講一下 有三個我覺得 不適合 我不會再做road trip的理由 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 你如果要開這麼長的旅程的話 真的很不經濟 就光老師這台GG來講就好 它的耗油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然後呢 我就直接講啦 我就直接講 我們從西雅圖 到這個聖地雅各 這幾天當中 我們光油錢 你知道就花多少 我們剛剛自己算一算 已經 一千塊了 一千塊美金耶 一千塊美金 它台幣多少 三萬多 三萬多台幣嘛 那你就想光這個加油的錢 就三萬塊美金了 三萬塊台幣 就三萬塊台幣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 預算喔 非常大的一個開銷 那說真的 我們自己呢 都很努力的工作 那我們也覺得說 這樣子的開銷沒什麼 因為 我們平常也是有在存錢 平常也是有在賺錢 所以呢 要出來玩 就好好的玩 也不太會去計較 有關這個油錢的事情 不過呢 我們剛剛自己算一下 哇真的是 已經一千多塊美金了 就光油錢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問我啦 會不會再做這個長途旅行啊 我想到這個 這個油錢的部分 我就有點害怕了 不過說真的啦 自己開車也還不錯啦 因為 你有很多的彈性 對不對 有很多地方 你可以開著自己車去玩 當然你也可以就是說 飛到這個城市 然後自己去租車 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看自己的預算 你的預算 如果夠的話 對不對 像我們自己 就是有存一筆預算 那我們就覺得說 要出來玩 就不要去想那些 對不對 就覺得說哇 那我們就直接自己開車 雖然這個油錢很貴 但是這是我們自己 本來就預算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覺得 也沒什麼 真的也沒什麼 那第二件事情呢 我個人覺得 會阻止我 會再一次road trip 就是這個開車 開車真的很累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巧妙的安排的話 就是說 時間長一點的話 我覺得可能你會玩得比較開心 對 而且要輪流開 還可以 就是兩個人要真的要輪流開 一個人開會 哇 累到煩 對 所以一定要幫忙 幫忙 幫忙 而且比較不會無聊 對啊 像聊天啊 講故事什麼的 對啊 那一個人就是 真的蠻危險的 真的 開到晚上的睡眠 對 因為我們前兩天 每天都是開差不多 八個小時至九個小時 那個路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然後有一些路段 基本上就是什麼都沒有 OK 所以呢 就是你最好 開長途還是要找一個bunch 陪你一起開 會比較好一點 那第三個呢 如果會阻止老師呢 再次做這個road trip 就是有關這個疫情 我覺得這一次呢 那其實我們要出來之前都有點猶豫 因為這個疫情的問題 再加上呢 現在疫情呢 尤其是這個西岸啊 我們加州這邊 感覺是比較嚴重一點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這樣子會讓我覺得說 有點害怕 那如果說未來呢 還有類似這樣的狀況的話 我絕對不會做road trip 我會有點擔心 但是就是說 我們這次去的地方都人非常少 而且基本上呢 雖然有時候 老師在這個螢幕前啊 沒有戴口罩 不過呢 我們基本上去到哪裡 只要一下車都是戴著口罩 那如果沒有在戴口罩的狀態下 你們如果注意看 我基本上都是在沒有人的地方 才會這麼做 好不好 所以以上這三個理由呢 就是呢 會阻止老師未來 會做road trip 不過我們先問一下李醫師 李醫師 你未來還會做類似這樣子的road trip嗎 我滿喜歡開車的 其實老實講 我開車還OK啦 是嗎 我去年去冰島開了十天 喔是喔 還整個冰島 對啊 所以我常常在road trip 對啊 前幾個禮拜有去Ban Oregon打球也是 對 也一次開一天不要騎個小司機也能開 對啊 還是 可是真的要休息啦 你開車還是要有充足的時間去休息 還蠻重要的 對對對 不過最後老師也要說齁 我會不會再做類似這樣子的road trip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再做一樣類似這樣子的road trip 雖然呢 很累齁 但是呢 我說真的啦 下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把時間拉長一點 那我相信呢 這樣子的road trip 會比較好玩一點 不過我也會建議同學們就是說 如果要做類似這樣子的長途旅行的話 記得先存一筆預算 然後好好的計畫 像我們李醫師呢 這次就擔任老師整個行程的coördinator 就是我們的那個秘書齁 就是他在幫老師計畫整個行程 那因為呢 有些地方老師比較不熟 然後呢 我們李醫師這次安排的一些地方 真的都非常的漂亮 再包括那個飯店 飯店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不要住類似 靠這個有沒有主要的高速公路附近 要稍微偏遠一點地方 而且比較安全 而且停車充足 對 不然你就靠近都市的話 那個停車很麻煩 尤其拖一個摩托車 絕對找不到停車位 所以我都選比較安全的地方 對 而且特別要跟他們打電話 先詢問一下 確定他們有地方給我們停車 安不安全 有沒有攝影機那些 對 對啊 我之前都做很多那種研究 Research 對 所以我是費滿多工夫 在規劃這個行程 對 安慢規劃一下 所以就是說 要出去還是要計畫一下 然後呢 也是存錢一下 如果你要做類似這樣子的trip的話 最好是存一筆錢 然後呢 你才不會覺得說 哇這個 有沒有就光這個有錢的開銷 你就在那邊 怕的要死 像老師 這樣一趟下來一千塊美金耶 對不對 我如果在 你沒問題啦 沒有我這個窮人 你比較沒問題 所以我到時候 跟你要贊助齁 等一下到時候 記得要開一張支票給我 好不好 我用我的車子 也有磨損耶 那個也要算進去 換新輪胎沒問題 那之前舊輪胎反正就要換 那也是在磨損嘛 所以到時候你也要分擔嘛 所以到時候就是要付我個五千塊美金 好不好 這麼便宜啊 對啊這麼便宜 欸講著講著 我們也快到這個奧勒岡 那快到波特蘭了齁 到了我們波特蘭了 老師要做一件事情 來現在就跟著老師走 Let's go 那到了波特蘭的時候 你們都知道老師最愛來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波特蘭的 杜卡迪經銷商 也就是全美國最有名的一間 杜卡迪經銷商 這一間呢 老師已經在我的Vlog裡面呢 介紹了好幾次 他們的名字叫做Moto Corsa 然後這邊的這個總經理呢 跟我也非常好 裡面呢 基本上都知道我是誰 那今天呢 老師呢 順便呢 就是帶來他們這間店呢 來換我小綠的輪胎 因為我小綠的輪胎 從買來到現在 已經很久沒有換它的輪胎了 而且呢 之前那一組輪胎呢 是06年跟07年的 所以呢 已經非常非常的久 今天全部都幫我換過 也給了一個非常便宜的一個價錢 那最特別的是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超酷的 好了我們現在進來了 Moto Corsa Portland 然後呢在此呢 big shout out to Shaheem 也就是這邊的總經理 OK 然後這是Taylor 也就是他們的media person OK 那他們今天呢做了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 也就是把老師的小綠呢 直接放在他們最經典 最有名的一個照相的地方 他們所稱叫做Red Room 也就是呢 紅色房間 紅色房間呢 基本上你看 後面有Moto Corsa的字眼 然後我們Taylor呢 現在就在幫老師的摩托車拍照 人在這個紅色的房間這邊拍照的摩托車呢 都是非常限量的 比如說像我們這一台 Nikki Hayden的這一種 V4 對不對 我們的V4這台車子 這台車子呢 是之前呢 他們為了以示車手 Nikki Hayden去做設計 而且這台車子非常的特別 這台車子呢 基本上 平常都放在這個紅色房間在展示 那麼老師呢 這台車子因為非常非常的特別 換好新的輪胎以後 他們就直接放在這一個房間裡面展示 而且你看 老師的新輪胎 全部都換好了 OK 非常非常的漂亮 像Pirelli的拍皮 哇賽 這個紅色房間真的太帥了 超級超級屌的 再次強調一次 老師的小綠呢 基本上 不是我自己要求的喔 Jeff 是他們自己說 想要放在這邊拍的 對 非常非常的正點 因為整台車子非常的特別 所以呢 他們就說 一定要就是說 藉由這次很特別的機會 放在這邊來拍一下 哇 老師的新輪胎真的是好帥氣喔 那他們現在呢 要把老師的這台摩托車呢 放在Nikki Hayden的這台V4旁邊 非常非常的帥氣 他們現在呢 就是想要用一些不同的角度呢 來拍這台摩托車 我個人覺得小綠這一次 不只在加州 引起非常多人的注意以外呢 其實這台車子到哪裡 大家都一直想看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帥氣 好啦 現在呢 Taylor呢 他以前也是一個Sport Classic的Owner OK 那他現在呢 在幫老師拍照 我們這台車子呢 有什麼樣的角度 是很漂亮的 所以呢 他現在就是一直在拍我的摩托車 還是我把它賣掉好了 Jeff 我直接把它賣掉好不好 四萬塊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們摩托車已經把它牽出來了 我們再次要上路 回西雅圖 我們現在要把摩托車放上去 那 如果你問老師說 為什麼呢 我這邊會包一個垃圾袋 原因很簡單 地上 再下雨 剛剛有點下雨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才包了一個垃圾袋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的一個 非常經典的一個造型 就是說你常會看到老師的摩托車呢 會包著垃圾袋 因為呢 客製椅子呢 不行沾到水 因為它是雞皮的 所以沾到水呢 基本上會有那個水印 我不是很喜歡 出狀況 怎麼了 這個有一個鐵東西 卡在那邊 我們要出狀況 我們要出狀況 這是什麼東西啊 What the hell 這一點點 嚇死人 我跟妳講啦 又出一個狀況 找到還好 看到 好啦那你剛剛 你簽我的錢 我再給你10% 全部都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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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安安的回去 好不好 平平安安的回去 好啦我們現在把車子上去 來來來來 好啦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而且呢 也感謝各位同學們呢 陪伴著老師還有李醫師呢 一起就是完成這個 一路往南的行程 那麼呢 再次強調一次 這樣子的旅程 真的是很好玩 非常的新鮮 對我們來講 非常的新鮮 不過呢就是說 如果要做類似這樣的長途旅行的話 還是要規劃一下 真的要規劃一下 而且呢 盡量把時間拉長 感謝大家的收看 這是看你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